今天中秋節一堆沒來 今天要講的東西超重要的 我超慘的好不好 昨天不是下午晚上休息嗎 今天早午晚 中秋節沒了 明天也早午晚 那那些同學如果是你朋友 叫他這幾條一定要補課 因為我們要講的是 查核報告 要講的是查核報告 好啦 等一下課本 有同學問我一題 無期 我們要講查核意見段 我們要講查核意見段 感謝 感謝 同學你說哪一題 我先講一題 我先講一題 這一題是一定要會的好題目 三百四十一 三百四十一 三百七六 來 三百七十六頁 欸 欸 欸 對 張同學幫我拍到群組 阿你同學你在拍對不對 幫我拍到群組 丟到我們群組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沒有 沒有帶課本 丟了嗎 這題是好題目 好 那你沒有帶課本的 你就看群組 現在來 三百七六頁第十七題呢 是成大快言所 它簡原文書的題目 好 下列哪一個 是我們的 其後四項 subsequent event 好 這是我們的齁 好 這是我們其後四項 然後呢 需要 resulting and adjustment 需要調整的 需要調整的 好 然後 是最 它現在要選 less likely less likely A A A呢 有一個 訴訟 ロイス的這個是訴訟 然後呢 這個訴訟呢 我們在年底的估計 但現在呢 有一個重大性的改變 也就是說 很有可能 它怎樣 有判決確定 有判決確定 所以A呢 這當然要調整 這A當然要調整 例如 你原本只是走 這個 這個 貨有負債 好 你只是走揭露 但現在呢 有確定的判決 確定了 這我也講過 然後 B 顧客呢 好 就是我們的顧客 好 我們的顧客 他呢 他呢 有跟我們呢 跟我們有往來 然後跟我們有往來呢 然後他現在bankruptcy bankruptcy就是他破產了 然後呢 我們對於這個壞帳的估計 這個胖子說過 因為你是不是完全的破產 那完全的破產呢 這件事情 理論上 你要調整 但是呢 B的答案你先扣住 我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 C C呢 我們的存貨 存貨 存貨的年底的價值 存貨年底的價值 就是 你存貨不是LCNRV嗎 我昨天也跟你講過 這LCNRV 這個 這個晶片線價值 好 你有積極的證據 認為你當初的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 這個晶片線價值 可能估算錯誤 所以這你當然也要調整 再來租 好 就是 我們有一個權益法的投資 那這個權益法的投資呢 我們知道說 這個權益法的投資呢 可能這一個 價值啊什麼的 可能有減損 有的沒有的 那這當然 這個也是 好我們已經 就是取得了55% 你可能要改用權益法投資 有的沒有的 這些 當然也是 所以理論上 A B C 租 都是 但哪一個 最不是 哪一個最不是 我們這樣講 這個 我們的壞賬估計 他畢竟是估計 而且他現在說客戶破產 那客戶破產呢 這一個東西 是單一個公司的應收賬款 單一個公司應收賬款 全部不見 除非他是主要客戶啦 有的時候可能呢 他可能金額三五萬 這個可能還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因為 A C 租這個都是 12月31號可能寄存的事實喔 我再講一遍 A C 租通常都是 12月31號寄存的事實 所以A C 租當然優先要調整啊 你知道嗎 我不是說B就不調整 而是B呢 第一個我們考慮的 他如果不是主要客戶 損失個三五萬 可能如果編了 就編了 可能也懶得調 當然不調的話 當然是不好 但是呢 他現在要你選的是 less likely 那所以呢 嚴格說起來 只有A C 租這四項 這四項 是12月31號寄存的事實 例如你的訴訟 你訴訟 這是攸關於我們自身嘛 對不對 攸關於我們自身 然後再來呢 你這個成本與金面限價值 數第一法 這個攸關於我們自身 然後再來租呢 這個也是我們的什麼 全運法投資 或者是我們採用成本法投資的 這一種 這種都是關於我們本身嘛 所以less likely 當然就選B 但是我告訴你 B其實也要adjustment 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 同學下課就跑來問我 好 問的好 但是呢 這是選less likely 不過選less likely 我相信 如果你這個嘗試夠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選出正確的答案 這樣OK啦 好 那我們就 這個有同學問 我們就會講 不錯喔 好 代表認真在做題目 阿你現在差不多可以刷題目啊 好 我們之後也敬請期待 好 敬請期待 還有呢 這個拜託 之前我有中原的學生 他跟那個自己好朋友 中秋烤肉 竟然在他們租的公寓裡面 在客廳烤肉 這是笨瓜喔 然後還好他 那一天總共還約了其他同學 其他同學跟他很要好 因為他們租出了鑰匙 他們 那同學大概遲到快兩個小時 八點多去的時候 那三位同學在裡面 屋裡面 屋裡面烤肉的 他說他們有開 一站窗戶 然後繼續開冷氣這樣 因為嫌外面熱 不去公寓的陽台烤肉 就是在 在客廳烤 你知道 結果最後怎樣 一氧化碳中毒 不要這麼蠢啊 你知道 你不是想燒蛋 但你實質上是在燒蛋 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中原當導師的時候 有沒有齁 接到教官的電話 你學生怎樣 我聽了 沒有常識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好不好 好對不對 在通風處烤肉齁 在通風處烤肉 這也是很蠢齁 真實發生過 他就在 因為他三個好朋友嘛 就租一層公寓 然後有三間房間 一個人分一間 這樣 這樣在客廳烤肉 然後去 還好他同學去 因為他們進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 已經沒有 就是他們沒有什麼力氣開門 但是他們還有意識 還有意識 然後同學開進去 發現整個 這個客廳的那個空氣很不流通 然後怪怪趕快 叫一一九 所以他同學救了他們 你看 遲到了齁 就救同學的命運 呵呵呵 如果一起烤肉有沒有 就完蛋了齁 所以拜託好不好 你要嘗試好不好 當然好想烤肉齁 但昨天已經吃吃到吧 很開心 好今天你都可以來問問題齁 好來 五十七號公肉 好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講查核意見段 那結合 我們繼續喔 五十七號公肉 我們昨天講了可能影響 然後還有影響 好 支影響跟支可能影響 還有他是不是足夠跟釋切 好 然後呢 業經查核郡市這些 還有呢 在第一行 第一行 你看著我昨天寫給你的筆記 在第一行 如果你拿到五保留意見 第一句話要不要改啊 要不要 看著你昨天的筆記 第一句話要不要改 我啊 玉尾不在 會不在 第一句話要不要改 要 第一句話要改成怎樣 本會計師受托查核 有沒有 那你如果拿到其他意見 是不是只要所假公司 民國一百零五年 這樣 記不記得 這些都是重點喔 這些都是重點喔 然後呢 我再問你喔 依照的架構不一樣 是不是也要寫在第一段 對喔 對喔 昨天有沒有講啊 有齁 好 所以呢 你 我現在在看五季號公報 附入意情況一 然後跟昨天的筆記喔 好 所以呢 現在請你翻開 你的課本 對著喔 我教你你的課本怎麼用喔 我教你你的課本怎麼用喔 阿公報附入意情況一標蓋起來喔 第四頁 第一段是叫查核意見段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感謝 這個KPMG 我的好朋友韓副總 好 這是他們的內部訓練教材 被我 給他挪用來 挪用來 挪用來你們的課本 但我後來 我是一開始 我是沒有先告訴他 他就說 拜託啦 你不要這樣子 我就說 你寫這麼好 幫你宣傳一下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KPMG變得不錯的話 歡迎去KPMG上班 他說的 這是他們內部訓練教材 他寫得非常棒喔 你看一下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 查核意見 第二 有沒有看到他那個框框裡面 有沒有查核意見有沒有個小括號2 有沒有看到 小括號2 那個小括號2 就是你在虛線下面 是不是有左半邊 有沒有 第一個第二點 他就告訴你 標題要依據這個意見的結果 有所不同 有沒有 有 然後呢 再來呢 他是不是又在寫 括號3 括號3就是 兩年各四張財務報表 等於八張財務報表加複數 這就是要叫做整套財務報表 但不一定是兩年八張 有可能一年四張 反正你就是要四大報表包著 對不對 這昨天都講過 然後再來 他依據的準則各有不同 就是怎樣 在右邊 我們昨天帶你念過 在右邊 上市櫃公司依據這個準則 非公發公司就依據商業會計法 這個準則 對不對 那當然還有現金基礎 課稅基礎 諸如此類 很多不一樣的規定 不一樣的準則 都要寫在這一段 那其中 胖子昨天也跟你講 一套文字的有什麼 夜經查核 郡市 足以允當表達 還有證據足不足夠 適不適切 這是一套文字 那證據足不足夠 適不適切 就會連結到第二段 查核意見的基礎段 這樣各位同學OK了齁 好 所以呢 緊接著你再回到公報 好 在上查核報告 你就要常常翻來翻去啦齁 好 常常翻來翻去 這是常態啦 五十九 怎麼辦 今天 今天一堆人齁 這個也缺席啊 好 這不知道怎麼辦 反正一定要去補課啊 你不補課 這邊一定死翹翹的 來 我們昨天 試試看到 第十四條 現在我們要看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他就告訴你 好 你可以拿出來你的公報 公報的推導 好 我們現在又再回來寫 好 這一個是五十七的 我們昨天整理好了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又再換拿回來五十九的 五十九呢 你一樣 我們現在就要講意見段 這個 修正式意見的格式 對 嗯 有 有 修正室意見報告的格式 中秋節 等一下 我們請助教在前面安裝一個大燈泡 然後我們晚上就把電燈都關掉 模擬在室內賞月 然後我們上課 好悲慘 我跟你講你悲慘也拜託 只悲慘今年好不好 你不要像我 我的中秋節應該還有十年要再補習完度過有沒有 來 標題要改變 意見段標題要改變 第15條 這你一定會啦 意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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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天還有蘇神 今天 一定要讓你過一下中秋節 不然我覺得太慘了 這樣子 人生就只剩下念書考試 我們今天不排除早一點下課 但我 我還是一樣要留下來 因為有蘇神 好像打人對不對 好那你 那你早一點 好我們 不排除提早一分鐘下課 呵呵呵 不會啦不會 最少以20分鐘為單位好不好 好的 那你早點回家嘛 跟爸爸媽媽說 爸媽 好明年 我金榜提名食有沒有 我負責買波士頓龍蝦 給大家烤肉 呵呵呵 結果呢 好 就千米古在 好我就 今天我老婆 帶小孩回桃園 娘家烤肉 從干貝 到波士頓龍蝦 還有帝王蟹 我都幫我買好 這樣 買那些海鮮食材 大概花了一萬多塊 他們現在烤得很開心 但我半樣都吃不到 對不對 然後我老婆竟然還說 你有什麼資格吃 奇怪喔 錢我出的呢 對不對 然後保留意見 這個 除什麼之影響外 除什麼之影響外 幫我畫起來 第十六條 足以允當表達 然後他也告訴你 你翻過來 如果說他無法取得 治不夠跟適切的證據 這一段話就要變成 最後一段喔 就是第十六條 最後一段 就要把它改成 可能影響 有沒有 可能影響有沒有 所以就 這一句話就會變成 一本會計是意見 除什麼什麼之可能影響 畫起來 除什麼什麼之可能影響 然後 如果 再翻過來第二點 這個遵循架構 遵循架構 是依照遵循架構 可不可以寫 足以允當表達 沒有 所以 遵循架構就不能有 足以允當表達 這樣OK喔 所以呢 幫你整理一下第十六條 保留 保留 有兩種 支影響 保留有兩種支影響 保留有兩種支影響 之可能影響 之可能影響 再來 我們呢 這個 除了保留之外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我們講 遵循 遵循 還有允當表達 架構 架構 差在 注意允當表達 這樣OK喔 然後再來 否定意見 否定意見 第十七條 它就會變成 自無法允當表達 第一點幫我 自無法允當表達 而且它要寫 影響重大 第一點喔 第一點再幫我 影響重大 自無法允當表達 然後依照遵循架構 就只有 自影響重大 幫我的話 就自影響重大 所以否定意見 否定 否定 自影響 自影響重大 且廣泛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要要就叫你改錯 它呢 現在自影響重大 它是否定意見 是不是這樣寫啊 是這樣寫 是 是 自影響重大而已 有沒有 自 自影響重大且廣泛 有沒有 且廣泛 三個字啊 看一下 沒有 就是這樣 你齁 你齁 這個否定意見 你都會想說 胖子跟你講的 魚骨圖是重大且廣泛 對 它也告訴你 重大且廣泛 應該拿到 否定意見 但它查的報告 就是寫 知影響重大 就是沒有知影響 重大且廣泛 這樣OK喔 OK 這樣OK喔 所以要 事事要特別小心 不信的話 來 59號公報 再帶你看一次 情況二 情況二呢 59號公報情況二 否定意見基礎段 否定意見的基礎段 不是 所說的意見段 意見段 依本外計是意見 由於否見之基礎段 所述印象 所述之 所述之 影響重大 畫起來 知影響重大 有看到喔 有沒有 是知影響重大 還是知影響重大 且廣泛 換你 這樣OK喔 千萬不要改不出來喔 我就已經跟你這樣講了喔 是不是 唉唷你來了 我以為你今天缺席啊 好 我想說你今天是不是過 不缺席 唉唷不錯喔 好 嗯 那你可能會遲到 真的喔 再來 再來 あ 那 探 那 след 所以呢 它當然啦 差在這個遵循架構跟允蕩表達架構 都是差字無法允蕩表達字樣 這大家都會 那再來 無法表示意見 無法表示意見呢 基礎段呢 要寫 知可能影響重大 有沒有看到第十八條第二點 知可能影響重大 所以太重要了 如果你是無法表示意見 知可能影響重大且廣泛 對不對呀 胖胖多的哪三個字 換你 對 又是多且廣泛 然後 所以否定跟無法 也是否無法會 因為證據不足夠不適切 是不是都要多可能兩個字 這樣OK吼 而且 你還要在基礎段說喔 昨天不是也跟你講過 昨天不是也跟你講過 你還要在基礎段說什麼 證據不足夠不適切喔 說 你怎樣 這個無法取得足夠跟釋切喔 不法取得足夠跟釋切喔 而且還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我們昨天是在意見基礎段說 都要連結至會計師的責任段 那你記不記得 好 不信的話 等你記到這 我等一下還要再幫你加個東西 乖乖乖 嗯 嗯 遮住你的嗎 好 同學在那邊一直那個 好 體積這麼大嗎 對不對 慢慢的慢慢的好像也填滿了 好像缺血的狀況也沒有想像中嚴重 代表我們班人念書氛圍真的不錯 好啦 我們晚上 我們想辦法來搞一個 搞一個燈泡在前面 然後我們把燈全部關掉 對不對 然後大家記得喔 去光蘭買蠟燭喔 好 我們這樣 餅燭夜遊就是這樣 對呀 欸 可是在室內燒蠟燭 是又跟在室內烤肉一樣的道理 好像也是喔 這樣也不行喔 大家都燒蠟燭 到時候越陽炎中毒 好囉 慢慢上慢慢上 各位同學對 開始昏迷喔 好可惡齁 寫好了 來 五一九號公報 覆錄一 情況一 保留意見的基礎段第二段 我念喔 好 本會計師依照什麼 會計師兼任執行查的工作 好 現在呢 第二句話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 將於會計師財務報表 查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幫我畫 會計師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畫起來這幾個字 這個就叫做 所引至會計師責任段 寫在旁邊 所引至會計師責任段 所引至會計師責任段 我看到有同學看不到 來 我再講一遍 你不用看你左邊 我看到你了 我現在在講的是 意見基礎段的第二段 第二段呢 第一句話是 本會計師吸一照 會計師 然後呢 第二句話是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的責任 所以你要幫我畫 怎樣 將於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這就叫所引至會計師責任段 有看到嗎 我發現你還是沒看到 在這 在這 馬上被抓到 一直想要看左邊 就是看到你了 我告訴你 你也不要想作弊 身為老師的我 終於知道那種作弊的人 眼神有多麼的詭異 一下就會抓到作弊 只是要不要抓而已 他就一直注意老師在哪裡 你知道 所以呢 你作弊最好的就是這樣 不要管老師在哪 反正做就對了 被抓 被抓 被抓就被抓 你千萬不要在那邊 眼睛在那邊一直瞄 他在哪 這太誇張 我跟你講在台上 你在那邊幹嘛幹嘛 你一下就看出來 好 真的啊 然後還有 作弊你要動點腦筋好不好 試卷是白色的 你有黃色N字貼 墊在下面 你當我受嘎者了嗎 對不對 走過去 這明明就是小超 是不是 你不覺得很蠢嗎 真的有人用黃色N字貼做小超 然後墊在考卷下 走過去 你不覺得 對不對 對 動大腦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參加大選考 我抓到一個 有一個尼姑啊 好 出家人 然後考連考 你知道嗎 他考連考呢 我就抓他 然後就把他的課本沒收 然後第二次我再走過去 他拿小超出來超 你知道嗎 啊不是 他第一次拿小超 第二次呢 我再走過去 他的那個 尺後面 圖立可白 圖立可白 然後寫滿小超 然後我就把他沒收 第三次 他更誇張喔 直接拿課本出來抄 真的啊 然後我就很生氣 把他的課本 把他拿走 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馬上起身喔 然後 然後就雙手合十跟我說 司主 得饒人處且饒人 喔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我掰的 哈哈 你們有騙 怎麼可能有這麼扯 好 說實話 欺騙我感情 欺騙我感情 這個笑話我掰的 拍得不錯嗎 好的 不好意思 來 所以所謂是 來 再來情況二 否定意見跟無保留 否定意見 跟保留 無保留的基礎段 有沒有看到第二段 這段 否定意見跟無保留基礎段 的第二段 是不是也是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在這 這個 在這一頁的這個 這個 之責任將與會計師 查核 合併財務報表 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有沒有 一樣看到 否定意見 也會所引致喔 否定意見 也會所引致 會計師責任段 好 現在來 保留意見是看過 再來 無法表示意見 情況四 無法表示意見的基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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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如果板次跟我一樣 應該是在五百五十頁 來喔 這個 這個時候呢 請告訴我 這個 無法表示意見的基礎段 找不找得到 與會計師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仔細找喔 看一下 有沒有 好 自己一定要找過一遍喔 然後下面的 無保留意見的基礎段 找不找得到 與會計師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有 所以現在來囉 抬頭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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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表示意見的基礎段 不能 索明 這個應該是這樣 分號 不能 索引致 會計師 會計師 責任段 會不會 這個也考過喔 來 拿一下上去 無法表示意見 不能索引致會計師責任段 而且也不能夠說 你有找到 足夠跟釋切的查核證據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OK喔 可以喔 好 相關條文 好了嗎 要回來 五一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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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第25條 五一九號公報第二十五條 會計師出去無法表示意見查報告 查意見基礎段 不可以鎖影制 怎樣 不得提及會計師查而財務部表之責任短 有沒有 不得提及會計師責任短 二十五之一 不得序民以取得足夠跟適切的證據 這樣OK喔 都寫在這了喔 幫你整理在一起喔 這也是二十五 好來 繼續 查而意見的基礎段 查而意見的基礎段呢 標題也要改 對 好 對 對 好的 對 什麼 很 再来 而且呢 第十九条的第二点 要序 第十九条第二点 要序名导师修正式意见的理由 而且 要加上 第十条 要尽量量化 金额啊 有的没有的都要跟人家说 这样OK 要尽量量化 可以吗 好第二十条 好就是 就是要帮我画 那个 这个第三行 要序名 它的第四行 影响金额 影响金额 那如果你不能量化 量化帮我画 再往下 量化不可行 你就要序名此事实哦 量化不可行 你要序名此事实 所以呢 我们就怎样 就一定要怎样 就是要 就是尽量量化 就是第二十条的精神 所以呢 第二十一条 它就告诉你 如果有关 直性的 不实表达 重大不实表达 帮我画起来 直性的重大不实表达 那这个 直性的重大不实表达呢 旁边帮我想上去 会计政策 好 它会计政策选用不适当 就是一种直性的不实表达 那你就要说为什么 所以呢 第二十一跟二十二 一种直表达 那么 实表达 一种直表达 那么 那么 看 慈性的動態不是表達 你要說原因 而且要跟第二十二條第一點 與自己單位討論 第二十三條 我們如果出去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 幫我畫起來 第二十三條 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 等一下 剛剛二十二條 第一點 自己單位討論 有沒有叫你畫起來 有齁 要畫 二十二第一點 與自己單位討論要畫 再來二十三 你如果出去 那個保留或無法表示 要序名無法取得足夠跟世界查證據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二十三 但是呢 這個我要特別再強調一下 保留或無法表示 我們要序名證據不足夠 不適切 但重點來啦 好了嗎 來 請翻 我現在出一個選項 保留意見的基礎段 不會出現證據足夠且適切的字樣 這個選項 是對的還是錯的 可不可以選 嘿嘿 重點來 重點來 我們現在帶你看嘛 對不對 來 我再重複一下 我現在要問的問題 又是政大 毛老師問的 保留意見的基礎段 絕對不會出現證據足夠且適切的字樣 這個選項 是對的還是錯的呢 絕對違反直覺 你絕對嚇到 來 有請問 福如一 情況一 注意喔 公報 我跟你講你只念公報條文就死掉 保留意見的基礎段 第二段 倒數第二行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跟實切查的證據 你說胖胖 這個不公平 這個你看一下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段的第二段 它是不是支影響 是支影響 請告訴我 五十九號公報附錄一 情況一 五十九號公報附錄一 情況一 是走餘古圖上面還下面的保留 上面還下面 換你 上面喔 上面 你看就有些人不敢講 你看喔 就代表你第一章沒念手 上面的保留 上面的保留 相信取得足夠跟實切的證據 這個我OK 這個沒什麼嘛 好來現在看情況三 情況三 保留意見的基礎段 第二段 倒數第二行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跟實切的查證據 有沒有看到呀 換你 大聲回答我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找到 有還沒有 換你 有 現在你看左邊保留意見 左邊保留意見第二段 有沒有看到 只可能影響外 只可能影響外 所以請告訴我 這個的保留 是 餘古圖上面的保留 還下面的保留 換你 下面的保留 不是應該說 它證據不足夠不釋切嗎 公報不是這樣說嗎 保留不能要序明證據不足夠不釋切 所以重點來了啊 重點來了啊 它的證據不足夠不釋切 是在你保留意見基礎段 的第一段 第一段 倒數第三行 是無法對該等金額取得足夠跟實切查證據 這一句要畫起來 抬頭看我 有 有沒有序明保留意見 序明證據不足夠不釋切 有 就只有那一塊 整體而言來說 它是在第二段 還是說 本塊技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跟實切查證據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來囉 現在來囉 你再回來看 馬秀魯老師 出了那一題選項 你覺得可以選還不能選 我再唸一遍他的選項 保留意見的基礎段 絕對 尤其是你證 就是 證據不足夠不釋切下的保留意見基礎段 絕對不會出現 絕對不會出現 本塊技師相信已取得 足夠且釋切的查核證據 這些字樣 這個選項 可以選還不能選 換你 大聲可不可以選 不行喔 記好喔 他只有在那一部分 他敘明他 證據不足夠不釋切 但是整體來說 他相信他還是取得 足夠跟釋切的證據 這樣OK喔 趕快自己寫喔 馬老師的選項 絕對不會出現 保留啦 保留啦 這選項是錯 而且我跟你講啦 我告訴你好不好 這什麼絕對不會 這種都不是公報字樣 你知道嗎 絕對不會 公報從來不會寫這什麼 絕對不會 你知道嗎 絕對不會那種都是政治人物 在那邊揪爪的時候才會 呵呵呵呵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好想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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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考的時候 都不能考 管他 等一下晚上我叫哲民 去那個管前 管前路跟開封街交叉口 有一家小豬探考 有一家小豬探考 我叫他去買一堆 去買一堆 好 好 一定要吃一下 更換我們班 有位同學曾經 實現過小豬探考吃到飽 真的 不好說是誰 等一下他又殺了我 他 說胖子你每次都一直宣傳 好 他好像故意 裝神沒聽到 呵呵呵 還是不要繼續講 他已經在牽引我 他已經聽到 好 好恐怖 好恐怖 被學生威脅 好 好 好沒 好我們就翻回來 接下來 這一個我們剛剛講 意見紀錄段 然後再來 二十 這一個二十四條 好 第二四條他就說 會計師表示保留或否定意見時 因依照神器損責公報 他就要寫序名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跟世界查的證據 以作為保留或否定意見的基礎 幫我把這兩兩兩句話畫起來 序名本會計師 相信已取得足夠跟世界查的證據 以作為保留意見 否定意見的基礎 旁邊幫我寫上去喔 魚骨圖下面的保留 魚骨圖下面的保留也會這樣子寫 特別強調一下 魚骨圖下面的保留也會這樣子寫 這句話就不要寫 然後我們旁邊幫我寫 這種保留也會這樣寫 有沒有 胖子是幫你畫那個魚骨圖 欸那個魚骨圖我印象中 我們前幾次上課有叫你墨寫耶 對不對 這是墨到現在都忘光光了 墨到忘光光回家要復習 有 第25條交過 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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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球 說可以抓寶物這樣 就是那個一個球 昨天帶他去下午的時候 不是帶他 就我們去吃某某 然後順便去逛比央排貨 那一個球1999耶 好貴喔 然後就是一個按鈕 然後在那邊 然後他寶物跳出來 然後只要那個框框變紅色 就趕快把那個蓋子蓋起來 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抓到寶貝這樣 就是神奇寶貝這樣 對啊 昨天玩的好開心喔 小朋友的錢也蠻好騙的 對不對齁 就是一個電子玩具啊 那早知道我自己做就好了 反正他怎樣 我就做一顆球 然後他蓋起來 我就在旁邊用手機播音樂 抓到了 不好意思 這樣1999 算了啦 算了就買了 買了又被 買了又被我老婆罵 然後我只是頂了一句話 他就捏我 我說啊你那個石墨西庫 你那個石墨西庫 就一件3000都在買人家1999 還好吧 又被揍了喔 又被揍了喔 對不對 他現在慢慢發現了 他終於發現了 穿石墨西庫 不會讓他的屁股變小喔 對不對 終於發現了喔 實在是受不了 然後呢 再來 出具無法表示意見 有關會計師 才會報表之責任 因為第27條 這很重要 會計師無法取得 足夠世界查的證據 而出具無法表示意見 報化無法表示意見 我們的責任段 我們就要把它改成第一點報化 我們就要把它改成第一點報化 就第一點報化 唯由於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段所述事項 是可能影響重大 畫起來 整句話畫起來喔 然後呢 這句話整個畫起來 然後報化 無法取得足夠跟世界證據 然後以作為表示意見之基礎 以作為表示意見之基礎 所以幾乎全部的句 全部的畫都要畫起來 因為這一段畫 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同學 出具查核報告的基礎 大家看到嗎 出具查核報告的基礎是什麼呀 基礎現在是逆推 逆推就是什麼 足夠跟世界查證據 我在第一堂課有沒有教過你 對啊 所以你現在根本就沒有基礎 所以你當然就不能夠提及你的責任 這樣你懂喔 你的責任是要找到足夠跟世界的證據 以出具適當意見的查核報告嘛 沒錯吧 所以現在就只好改成這樣子 所以這一段畫很愛考喔 所以第27條 其實我們剛剛 就已經講了 無法取得足夠跟世界 無法表示意見的時候 無法的那一段畫 會死得你 會死得你 也就是你沒有證據 也就是你沒有證據 你就不能作為 表示意見的基礎了沒 那一段畫就是剛剛叫你畫的那一段畫 我們今天決定 六點就上課 三到九點 三到九點 我們就讓你回去放那個 要不要 不錯啊 這 不應景一下 我覺得也太殘忍 這樣念書考試會瘋掉 好不好 我們就壓 我今天就不要去 星光山來吃冰了 好 不然每個禮拜六 為了你 因為我覺得好殘忍 好殘忍 但是呢 你要回報我 明年呢 明年如果怎樣 明年如果那個 考不上研究所 去買檳榔跟煙喔 然後來北一門口洗門風 對 不是洗門風 不是這樣嗎 好 洗門風 然後洗門風 女同學就要寫喔 我討克兇 啊 啊男同學 你就胖子 我明明不是 考不上研究所 你幹嘛這樣灌上墨鏡 這樣比較丟臉喔 對齁 然後男同學就寫說 我劈腿 我渣男這樣 好啊 可不可以 好啦 好好考啦 你開玩笑的齁 來 28條 除非法令令有規定 會計師出去無法表示 一件基礎案 不得溝通關鍵查事項 28 無法 無法溝通 CAM 無法不溝通CAM 原因是因為 CAM 到時候會教你 因為CAM它的規定是怎樣 因為CAM要提 就要什麼 要有足夠跟四切的AE AE 你在嗨什麼 AE 你在嗨什麼 我寫哪裡 你在嗨什麼 有病要看醫生 這莫名其妙 寫筆記寫一寫會嗨成這樣 還笑到整個臉都紅 好 還是怎樣 你說老師 你是 你是什麼 想要小數探考你就激動 呵呵呵 沒有 好 好 現在來呢 59號公報 你拍一下吧 後半部的推導 我就推完了 等一下我把水移開 不然你會拍到水 好 好 嗯 好啦 現在來囉 這個 解釋跟應用 第三十二條 五九號公報第三十二條 音量會 重大不實表達可能導音於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是一期生論題喔 重大不實表達可能導音於 會計政策不適當 換你 太小生 重來換你 會計政策不適當 會計政策之應用不適當 換你 會計政策之應用不適當 例如 例如喔 注意喔 我們 我選擇的會計政策不適當 例如 我現在是 我現在一個一個 第一個幫你解釋 例如我是 我是這個食品業 我是食品業呢 理論上我成本流動的假設 是不是要考慮 我那個食品的保鮮期 所以我當初在選擇原料的時候 應該就是要先進先出 先進來的原料 我應該怎樣 把它先用掉 沒錯吧 所以這樣子成本流動的假設 比較合理 結果呢 我竟然選擇一個國際間禁用的 Live 後進先出 是不是馬上就是重大不實表達了 沒錯吧 所以這是第一種 這是選擇的時候 然後呢 會計政策的應用不適當 我今天知道我的存貨 依照IFRS的規定是 要怎樣 成本與靜變現價值 屬低法 屬低 對不對 結果在計算的過程中 應用不適當怎樣 我知道LCNRV是對的 但我竟然算成 LCNRV 不是 我竟然算成成本與靜變現價值 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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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對 屬高 我選對 但我算錯 就叫應用不適當 這樣OK齁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兩種是不是都會造成重大不實表達 再來第三種 揭露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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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準備 結果 卻給人家揭露成為 或有負債 屬高 屬高 這樣OK齁 這 這他會考你判斷喔 這他會考你判斷 而且這一題也是一個深論題喔 所以呢 這 這一號公報 有一大塊的番外面很重要 不然你再拉一個 好 方外偏 重大不實表達 現在注意看啦 重大 現在是講重大不實表達 還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啊 換你 不過還蠻好記得喔 會計政策選用不適當 會計政策的應用不適當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揭露不完整 對不對 揭露不適當 再來 無法取得足夠跟識切的查證據 來自於第37條 這個很愛考 好 第三條 查範圍受限 第一點 受查者無法控制的情況 這在國考考過 什麼叫無法控制 例如 他的子公司現在在戰爭 例如這間公司呢 在烏克蘭 這一間 有一間公司 然後他的子公司在烏克蘭 然後現在烏克蘭呢 是在打仗 對不對 是查範圍受限 對不對 叫你去烏克蘭查 好像也怪怪吧 很危險 欸現在到底打贏還打輸啊 還沒打完 但我覺得只要戰士拖越久 都算俄羅斯輸 對不對 是不是禍該 是不是不要亂侵犯人家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 然後跟性質有關的 然後管理階層的限制 最常見的當然是管理階層的限制 然後再來 第三九條 這一個受查者無法控制的情況 例舉如下 這個也幫我框起來 這一條也很重要 三七三九 這都考過喔 這要公報很多解釋跟應用 你一定要會啊 開玩笑 報告不會出 直接再見 這有什麼話好說的 對不對 然後與受查者有關的工作跟情況 事實也很重要 事實 事實也要看喔 然後修正式意見的決定 45條考天 欸不是事實 那個 那個 我們當初那個 30條要考天空 這我也跟你講過喔 30條要考天空 然後47條要看 喔 基礎段中揭露所選 所遺漏的資訊 實務上不可行的是 它未提供該等揭露與會計師畫家 然後還有呢 會使得報告過於冗長 過於冗長 47 這也要看 我剛剛念的都考過喔 再來 再來就是負責了喔 就給你看了 OK 好 好 那緊接著 再回來 5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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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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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